5月25号台北市新增本土9085例 连续几天都在1万例以下 市长柯文哲认为首都生活圈洪峰期已经过了 但依照日韩新加坡的经验 接下来四周会进入高原期 然后才开始慢慢往下降 他预言最快再等两个月 台湾就可以解封 台北市连续几天确诊数都在1万例以下 双北合计也比前一周降了一点 扣除6日假日效应 市长柯文哲研判洪峰应该已经过了 接下来会进入高原期 依照国外经验大约会维持四周时间 我们台北市的洪峰 当然就算是有黑数 洪峰应该还是在上个礼拜 那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个波峰要维持多久了 像新加坡大概要维持四周 就要达到最高顶以后 也没有马上就掉下来 北市府监看大众运输人流 捷运公车运量掉了至少45% 民众自主防疫降低活动频率 让确诊数字没有往上飙 每天维持1万例左右 都在医疗量能可以应付范围 柯文哲认为只要政府资讯透明 战略清楚 大部分民众都会配合调整 参考日 韩 香港 新加坡 越南等周边国家经验 按照目前确诊速度 柯文哲希望大家咬紧牙关 最快再撑两个月 台湾就可以解封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快山阳性急确诊 政策上路 台北市长柯文哲鼓励采用通讯诊疗解决 因为第一天民众一定会有很多抱怨 但先求有再求好 会持续的修正问题 另外北市科 木炸机场 中正经典堂三个车来速 不提供抗病毒药物 有需求的民众还是得到 医院的防疫急门诊挂号 台北市防疫急门诊量能 已经扩充到每天1万2以上 应付绝大多数民众没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升效率 市长柯文哲决定 北市科 木炸机场 中正经典堂三个车来速 不提供抗病毒药物 65岁以上会有需求的民众 必须前往医院的防疫急门诊挂号 我们这个防疫急门诊要轻重分流 车来速是给年轻人用的 65岁以下 比较简单的在这里大部分处理掉 比较复杂的 你就去医院的防疫急门诊 此外快篩阳急确诊正式上路 民众抱怨找不到可以视讯诊疗疗的医生 柯文哲认为第一天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但先求有再求好 会持续修正问题 让系统越来越友善 后疫情时代 柯文哲自豪台北市政府医化成功 政府首长轮流确诊隔离 但透过举行视讯会议 市政工作完全不受影响 也趁着这波疫情大流行 顺势把台湾通讯诊疗做起来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简化校园活动排队 检验值本小黄卡的流程 台北市教育局调整校园防疫措施 学生可以直接下载台北通APP 疫苗通行证 减少学校人员验证值本的行政作业负担 而且在7月提前下载 还有机会抽到iPad 因应疫情升温 台北市教育局调整校园防疫措施 简化活动现场排队 检验值本小黄卡的流程 未来涉及台北市的学生 可以直接持载具出示台北疫苗通行证 进入活动现场 减少他们验小黄卡 这样的一个人流 那我们因此的话 也就规划两阶段的一个推广活动 分别在6月跟7月 资讯局5月初在台北东APP 推出疫苗通行证服务 校园将分为两间段试办 以线上纸本多元疫苗通行认证为原则 减少学校人员验证纸本的行政作业负担 手机上的截图 上传台北库克云 就可以参加第二波的抽奖 那这两次两波的抽奖 都各有5台的iPad可以提供 台北疫苗通行证结合台北通APP 提供学生一机快速进入校园的便利性 以及及时更新疫苗施打状态的功能 而在7月底前下载 还有机会得到iPad 希望鼓励学生多多下载使用 记得藏华厂报道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 国内有94%的妈妈 愿意以母乳来喂宝宝 为了协助新手妈妈补育的问题 政府陆续的推动母婴 亲善医疗院所认证 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照顾协助 还有母乳支持团体分享胃补经验 让想喂母乳的妈妈们 不再手忙脚乱 也能增加新生儿的抵抗力 一岁多的小男童活动力旺盛 妈妈分享成长过程中 还很少生病 因为生产后就听医师建议 开始喂母乳 脑部的发育 还有练习口腔咬合 还有语言的发展的话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妈咪的好处有 最少她的产后的出血 她的出血量会比较少 对妈妈的体重的 生产的恢复会比较快 国际时政指出 母乳人降低宝宝感染风险 同时减少过敏现象 对妈妈产后复原 也有很大帮助 现在不止医院 能提供照顾协助 还有母乳支持团体 提供经验分享 住院期间学习的话 回家也比较不紧张 那回去的时候 护理师也都会定时 大概一个礼拜 一个月两个月 也是会打电话关心 喂母乳跟照顾小孩 才有没有什么问题 假日或平日下班 我就会尽量多照顾小孩 让老婆去休息 这样她在补育这方面 她会比较有放松 生产后亲喂母乳 增加亲子互动 但又能顺利进行 除了听其他妈妈分享 另一半的支持同样重要 为了推动母乳捕育 国内也有163家 认证的母婴亲善医疗运所 涵盖全国超过7成的 新生儿数量 帮助新手爸妈 成功喂捕母乳 利用住院的期间 能够来协助 让大家知道 你怎么来喂母乳 甚至也能够让母婴亲善 再来一起 借着爸爸跟妈咪的 几乎是亲 那么能够让爸爸适应 整个母乳固域的过程 根据国舰署调查 全台有9成4的妈妈 愿意母乳来喂宝宝 透过增加认证医疗院所 和民间团体给予协助 解决新手爸妈 可能遇到的问题 让新生儿都能在 妥善照顾下健康长大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台北市东区发生了 一起交通意外 一辆砂石车 遇到红灯变换 急刹车 虽然没有造成后方车辆追撞 但砂石车上的水泥 也因此沿路散落 台北市警察局 大安交通分队货报 立刻赶往现场 维持交通秩序 清洁队跟消防队也到场 通知砂石车所属公班 及水车前来清洁善后 砂石车来的中小东路 跟复兴南路口 忽然急停下来 此时车上未凝固的水泥 就像下雨般洒满路中 旁边车辆也纷纷闪避 原来42岁的砂石车驾驶中姓男子 跟前方车辆遇到耗置 转换为红灯 两辆车都紧急刹车 但砂石车上的水泥 却因为惯性定律向前倾 而散落一地 警方到现场之后立即管制 并通知这个环保局 拒绝对到场人心理 现场会发生交通事故 警方并于开立 道路交通管理取发料理 第30条第二款 那环保局警察人员 依据离法自担举发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 汽车装载时 所在货物渗漏 飞散 脱落 掉落过七个恶臭 储汽车驾驶人 新台币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罚还 因此警方事后 也依规定开单告发 警方也呼吁驾驶人 行进入口时 务必减速慢行 以免遇到突发状况 反应不及 两成事故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假冒检警诈骗案件 实有所闻 但还是有民众受骗上当 一名有黑帮背景的 周姓嫌犯 设立了诈骗机房 开人头账户 还找车手帮忙取款 组成了一条龙市的诈骗集团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有30多人受害 损失金额超过1000万元 大批远警进到屋内 嫌犯在睡梦中惊醒 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警方压制 以周姓祖嫌为首的犯罪集团 涉嫌假冒检警 和网购卖家 以解除分歧为由 要求被害人 操作提款机汇款 初步清查 已经有30人受骗上当 损失金额超过1000万元 指挥成员在群台各地 提领账款 那目前清查 被害人超过30人以上 被骗诈骗金额超过1000万元 有黑道背景的周姓祖嫌 从架设诈骗机房 设立人头账户 到找车手取款 全都一手包办 组成一条龙式的诈骗集团 除了骗取无辜民众血汗钱外 如果旗下车手不听从指挥 还会以棍棒教训 手段相当凶残 查扣毒品咖啡包280包 模拟手枪一支 空气长枪一支 开山刀三把 折叠刀三把 球棒 手机 存折 提款卡等张证物 那前案征讯后 依违反诈欺体账防治法 以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台湾新北地检署生办 警方从年前大动作扫黑 这次以擒贼先擒王的策略 斩断金流 企图瓦解黑帮势力 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至于双北地区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